选战焦点就来看到是名讲台北上参选人陈时中 今天上午呢他前往东门市场来首接备票 但是近期呢他意外卷入到资深媒体人周玉寇事件 因此他前一天深夜是在脸书上面发文了 说希望选举可以回归到政策 但是由于陈时中日前喊话说要对手留点口德 结果就到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蒋万安回呛 说日前呢陈时中自己也说过没有口德的话 好对于他的发言陈时中自己也立刻致歉 如果碰到最爱逛东门市场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会道声早安 名讲台北市场参选人陈时中这超认真回答 让现场一阵笑声但不止扫市场拜庙 前一晚更在脸书说出心来威 其中提到破晓天光时总会拨云见日 这朵云指的难道是连日的周玉寇风波 拨云见日就是说也不是指单一的世界 是整体的一个气氛我们希望在一个阳光下 做一个正向的选举 要找回选战焦点还是得聚焦政策 不过陈时中前一天端出宠物证件 却被对手讲万安酸拿香跟拜 好的政策也欢迎大家来学 如果陈时中部长要拿香跟着拜也很好 一个好的政策也没所谓拿香对拜 我以前也常常讲拿香对拜什么也都没有错 只是不要去挂地外博的货 陈时中呼吁对手别只顾着收割 更提醒讲话要留口德 不过日前对讲万安的批评似乎有些自打脸 或许也察觉到自己用词不妥 陈时中马上道歉 选战倒数不到两个月 所以周遇寇宣布休息十天 蓝绿白阵营回归选战主轴 要抓回自己的选举节奏 记住蓝筋发成全SNG小组台被从不倒